周二提出的一项法案规定 在未经客户许可的情况下 手机公司和移动应用程式开发商 分享在五区内收集到的用户未知信息是违法行为 如果这项立法获得批准 纽约将成为全美国首个禁止向第三方出售地理未知数据的城市 提出法案的民主党市议员纪斯廷发推文指 如果华盛顿不禁止这种危险的侵犯隐私行为 纽约市将会开创先例 目前通过向营销人员和其他企业出售客户未知数据 电信公司和手机城市公司每年可赚数十亿美元 但多数用户对此情况往往毫不知情 这种做法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和批评 促使纽约市议会拟定立下禁令 该法案将限制手机公司和流动程序开发商 与第三方共享在提供客户明确要求服务时收集的数据 此举是为了防止一般在使用者协议时的模糊条文 而且也不准许以产品或服务交换未知数据 该法案也定下高额罚款 从每次违规罚1000美元至每天每用户1万美元罚款 同时允许未授权共享其未知数据的客户有权提出诉讼 根据往常做法 手机公司和流动程序开发商会收集其用户的详细地理未知数据 然后出售给不同的合法公司 其中包括数码营销公司 公路紧急援助服务 零售广告商 对冲基金等 由于没有联邦法律专门保护消费者的未知数据 多个州及市政府已经加紧修补隐私漏洞 据统计 年内因为单车事故死亡人数达17人 比去年同期多了10人 而周三凌晨 纽约另一位其单车人士在街道被撞 这也是过去36小时内第三起单车事故 在最近的一起事件中 警方表示 周三凌晨1点左右 在皇后区雅买加大道和伍德哈文林英路车站的十字路口附近 一名28岁男子在人行道上被一辆SUV撞倒 据当局称 这名骑单车的男子因头部和身体受伤 被紧急送往雅买加医院医疗中心 周三上午仍处于危急状态 警方表示 肇事车主截至上午仍在现场 并接受了酒精测试 目前警方还未发出罚单 也没有逮捕任何人 但调查仍在进行中 另外 周二下午 一名骑单车的男子在Greenpoint骑车时 被一辆同方向行驶的卡车撞倒身亡 而在这起事故发生前仅仅4小时 另一名17岁的骑单车少年 在石坦顿岛遭遇车祸身亡 今年至今为止 在纽约街头被车辆撞死的骑单车者人数已达到17人 超过了去年全年骑单车者被车辆撞死的总人数 据报道 议会将通过一项安全法案 以保障骑单车人士的安全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显示 在哈林区和布鲁克林·布朗斯维尔 有年轻男子持水桶朝警员泼水 甚至投掷水桶击中警员头部 纽约市警察局今日表示 三名男子因涉嫌袭击警员遭逮捕 泼水事件发生时 一名警员正将一名遗犯靠在巡逻车上 在其中一段影片中 泼水事件发生在布鲁克林·布朗斯维尔 有人一边嘲笑警员 一边用水桶向他们泼水 纽约警察局表示 逮捕两宗案件中的三名遗犯 其中一名28岁男子 被认为是知名帮派成员的缓刑犯 与布朗斯维尔的事件有关 目前指控仍在审理中 据消息人士称 该男子之前有20多次被捕记录 因与2015年一起抢劫案有关 自2018年以来一直处于缓刑中 而对于发生在哈林区的 另一起类似事件 警方目前也已逮捕两名遗犯 据知情人士透露 哈林区的事件发生在周日的 西115街和第七大道 纽约市警察局表示 他们正在认真对待这两起事件 誓言要找出其余的肇事者 此前 市警总巡逻长莫纳汉和副总统彭斯 都有发推文谴责袭警人士 数据显示 今年地铁系统中无家可归者人数增加了23% 大都会运输署今日承诺 在未来几天将启动一个特别工作组 处理地铁无家可归人士的问题 此前 运输署依靠一个非盈利组织 在例如宾州车站和中央车站等地方 为流浪人士提供服务 但根据州省记长周二公布的一份报告 这个非盈利组织只完成了合同要求的一小部分工作 并被发现有员工无视寻求帮助的流浪人士 对此 运输署今日承诺设立特别工作组 工作组将在其成立后30天内制定计划 为流浪人士提供住房和援助 以在年底大幅减少纽约市地铁上无家可归的人数 特别工作组负责的事项 包括审查接触无家可归者的最佳方案 审查在当局内部设立一个无家可归者外联办公室的好处 更新地铁关于违规行为的条例 加强各机构间的沟通 以及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额外资源等 在过去的一年里 地铁无家可归人数增加了23% 在一月份超过2100人 据报道 由他们引起的服务中断数量 在过去的十年里增长了三倍多 本月早些时候 州长库默也曾致信运输署董事会 督促他们将这个问题作为运输署 从组计划一部分加以解决 乘客维权组织 俯首人运动和交通维权组织 交通中心为纽约每个区最慢 最不可靠的巴士线路颁奖 在下东城沿14街的M14A巴士 被评为五区最慢的巴士 根据组织人士的说法 每个区最慢的巴士线路 分别是曼哈顿的M14A线 布朗市的BX19线 布鲁克林的B35线 黄后区的Q514线 和史坦顿岛的S48线 其中根据数据显示 在下东城沿14街的M14A巴士 时速只有4.3里 货班纽约市五区最差巴士奖 另外 往返Betford-Stuyvesen 至黄后区JFK机场的B15巴士 则被评为最不可靠的巴士线 于五月之内有20%班次聚集 即两辆或以上的巴士 同时出现在一个车站 至于以五次被评为 最缓慢巴士的曼哈顿M42 之前在五月的平均时速 仅为3.5里 而客量自2012年以来 大减三分之一 这次则获得终身贬值奖 组织人士称 尽管近年来巴士服务已显著改善 太多乘客每天遭受缓慢 和不可靠的巴士服务影响 可能导致长达数小时的上下班时间 错过医院预约 延误护理接送等情况 此前 大都会运输署计划 于今年秋季减少B15班次 但交通维权者批评 这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认为应该加强巴士优先车道 吸引更多人坐巴士 而不是减少服务 针对两个正在布鲁克林建筑中的 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支持者和反对者周二晚 在社区委员会进行讨论 有居民表示 对于一个小社区来说 收容所所占用的建筑单位过大 但也有居民称 公园坡拥有很多资源 居民应该接纳这些流浪人士 两个收容所目前都在建筑中 位于布鲁克林第14阶和第16阶之间 起初设计为豪华出租房 经相关部门与开发商协商后 两栋建筑改为收容所 将由大多数无家可归的 妇女和儿童入住 另外 有执照的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士 也将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临床服务 两个收容所的建筑 引起了居民的担忧 有人指 当地公立学校已经没有很多学位 接纳大量的新生 也有人指出 开发商可以从合约中受益 获得税收减免等福利 并不公平 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还称 纽约市宪章并没有规定 市政府必须支持高价 让无家可归的人士住进豪华公寓 目前 两个收容所不需要得到 社区委员会或市议会的批准 这是白思豪政府解决无家可归人士 过多危机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提议 在五个区内新建九十个收容所 目前的两个收容所 一个预计在十月底开放 另一个将在明年初开放